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当时佛陀诞生之后走了七步 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地说 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要度众生生老病死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众生皆有佛性 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 主宰 也就是说 自己的命运要自己开创 每个人只要断除烦恼 无名 都可以像释迦牟尼佛一样 成佛做主 解脱生老病死的束缚 成就大自在的真我 利益一切众生 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埋众 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阿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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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阿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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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姆來了啦 哎呦 阿娘欸 別再來了啦 阿姆來了啦 哎呦 阿姆一招棒隊雖然輸了球賽 但也讓校隊嚇出一聲冷汗 哥哥與黑金的 李佳華 米山的 他們都獲選為校隊 十個月之後 媽媽又生了一個小弟弟 哥哥說他是阿姆投胎來轉世 他長得還蠻像阿姆 胖嘟嘟的 嘿嘿 真可愛 媽媽也改賣水果 不再殺生 全家人都皈依了三寶 成了佛教的家庭 哥哥加入棒球校隊 沒多久就離開了球隊 他現在瘋狂的愛上畫畫 因為有純師傅叫他畫圖 媽媽也不再煩惱哥哥的未來 因為他已經知道如何掌握自己的命運 也覺得哥哥真的是很有慧根 而且這次跟對純師傅了 謝謝收看 心中的想法從來沒說 雖然沉默 雖然沉默 但你懂 有的時候不懂你的好 噢我時空消失也都能出爆 把你祈禱到老 依然微笑 擁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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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生命每一刻有我 當你的慈悲心啟動了 慈悲將不會停止 生生世世一輩子陪伴著你 和我們一起來慈悲吧 海濤慈悲基金會 華博賬號50416116 50416116 接下来請收看海濤法師心靈講座 阿倫 公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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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7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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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得身净土 王阿弘 因为他卡在那边 所以完全这支 我会帮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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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他参会 帮他化解 但是因为他老了 但是你如果有机会 对着念中的人 佛菩萨的加持 就是世界快乐的会儿 专念专念 不但专念 你说的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来加持 所以了解减来自于心态 所以我们就要随顺 随顺内心所蒙生的恶念 你会感到 如果能够随顺内心所蒙生的善念 你会快乐 这就是了解业的原理 第二 真正了解佛陀有关业的教法 便能够从无死以来的沉睡 生死流转 绵延不断的苦 不由自主的生命 觉醒过来 所以 轮回是痛苦 轮回来自压 所以各位呢 我们来做欧阳吧 我们来拒绝 什么是该做的 什么是不该想的 不然呢 一直生死轮回 又在睡觉 生死轮回 绵延不断 所以佛陀要我们去思维 思维 那我们来开心了解 空性 了解 逐毕业的两头 第三 舍弃了恶业 我们就有 就有自由舍弃苦 舍弃了恶业 便得以超脱往昔的苦 净除了恶业 就是开放自己 接纳从现在到未来的安乐 所以当然我讲这种 业的道理 业的道理 所以各位要相信 业上来了 就跟他忏悔 其实我觉得 一点都不困难 我跟他忏悔 然后我跟他说法 我跟你抱歉 我现在出家了 学佛了 那我会跟他写牌位 我等于是 马上就OK 超脱了 这个怨魂超脱了 那这个夜 也不可能马上了 然后就经常想一下 就忏悔一下 但是他不会 越来越严重 像我的腰是 越来越不严重 我以前是按摩 每天要贴腰部 以前打止痛剂 现在完全没有 现在不觉得自己 只是有一点要注意一下 运动一下 别人是越来越严重 我是越来越轻 我也没有特别做什么 因为这个宵夜了 以前我的右腿 我根本不能跪 我怎么跪下去 因为这个腰不好 就伤害了腿 对不对 然后腿就一直酸痛 麻 每天都在那里漆 现在就没什么感觉 除非是今天特别累 特别累 所以 当然凡事都有他的因缘条件 好 那各位这样了解 其实我是这样 今天我看各位这么累了 我不知道要说什么 我就怕各位睡觉 然后觉得下回不来了 没意思 跟你约会很无聊 所以我这个人 我都贬了 我个性我以前也是 人家跟我约会 我一定要创造一些笑话 快乐 给对方 我管你数码 把你的生活 你快乐再说 这是我该做的事情 所以尽量的 给别人快乐 但是现在 学佛了 这个心态也很好啊 想尽办法 创造快乐 给别人 好 各位再看一个转念 转念 那如何转念 新翻到160页 但是我希望各位回去 对头和背人都给你看看 非常重要 那么把真理跳过去 从我很贪心 我看到一本经典 到天亮我也把它看完 因为我觉得 这个太重要 特别我现在每天 都在磨念佛法 别人把他的痛苦的事情 告诉我 那我就看佛法 能够在哪里 对他有帮助 当然我能力有限 有时候我还要 拜托一下 赞养法师的弟弟 我问一些打坐的 你不要查一下 那个原因 是什么 晚清这种 什么 什么业力 事实上更重要的是 当下的心念都要 心念转变 业力忏悔 云心在主超度 对不对 适当的调整 这样就可以改变 但是这个还是自立的 法门无量试验学 我们是要去 要如何改革众心的事情 所以各位 念一下 唯有成佛 所以我们在打扁 我们现在都是在 学习学习而已 磨念磨念 但是一定要心里放着 我一定要成佛 为了众生 我一定要成佛 不离开菩提心 为了要成佛 我应该如何 一定要保持在 不被世间所染 不要造任何的恶业 保持在圆满的悲心 求诸佛 菩萨加持 一定要改变 一百六十页 一百六十页 一 只因不懂得转念的道理 痛苦的情绪 或记忆 才会造成困境 如果你不记得 或不运用转念的方法 痛苦的情绪 或记忆 只会带来痛苦 所以各位 阿弥陀佛 我没有你别命好 我快来拜会 转念 所以 我想就像 我们去那边做念 去看着翁生架 回来 都想到那边 那你要赶快转念 对不对 赶快观想阿弥陀佛 当然不是一下子 但是很快很快 转过去了 所以佛陀要我们 整个佛教的修行 就是转念 贪心来了 没关系 转 贪心可以变成一种智慧 贪心可以变成一种菩提心 所以当你贪心来了 你把贪心 怨所有众生 都能够满怨 所以那你要去转念 那这个贪 其实几秒钟就没有了 所以你不可能说没贪念 包括出家人 如果出家人 连贪念都没有 他就不用出家了 为什么 他要有贪念 才知道众生的苦 他要有贪念 才知道从贪念里面 来得到智慧 所以贪嗔痴 事实上在我们这个五卓二世 那些人都没有贪心 因为在这个五卓二世 你不可能不随的环境 而起心动念 还是业力 但是你要利用这些烦恼 来转念 来修行 所以只是转念习惯 我不是说不会生气 不会起欲望 一秒钟转过去 对不对 感觉到了 感觉到自己要转念 也感觉到了 也同情对方 要这样来改变 那就佛法 有这么多法门 第二 但是如果你懂得 运用正确的工具 转念的工具 这些烦恼痛苦的问题出现 越来越多 反而你可以修得越来越多 转逆元为道用 所以文殊福大教我们 所有因缘都是最好的 正空性的祝愿 任何千百亿万花筒 这个烦恼的五卓二 是这样万花筒一样 你不要 你不要找得起来 跟他有分别 跟他产生一个对立 或是爱然 但是你只是利用这些烦恼的 千万变化 来找到自己 所以在变化里面 找到一个不变的自己 然后把这个不变 又变成大背心 勉弯让众生都能够超越这个痛苦 所以三 把整个生命和整个心 契入佛法的薪水 确实是可能的 就要注意点 当下 当下就可以 第一 每当你遭遇困境思维 我是在代表其他一切友情 经历这个困境 与其让其他无数人经历它 不如由我自己独自承担 好让其他每个人都能够解除困境 哦 各位听我听我说 我为他在疼 我希望全世界所有为他疼的疼苦 都给我 因为为他疼得很疼苦 当你专这个脸头那时 我希望他都不要疼苦 连你也没有疼苦 因为你已经完全不排斥他 化为一体 化为一体就没有对立了 疼得不疼 所以你一支手用很重的 你感觉不平衡 两支手拿起来你就平衡了 好 所以你要利用各种的境界 所以 然后进一步你又了解 我这个感受 是一个我执 是无名 所以你还可以借这个机会来修行 所以你就不会觉得自己很疲倦 因为大家都同样 在疼苦 这世界都同样 第二 利用这种利他的心境 能够消除 一直存在 在你内心的困境因 从而只是困境 本着这种心态经历困境 不但能够令自己内心安乐 而且能够辟益其他友情 如果你的困境能够利益其他友情 当然也会利益到你自己 一切都看你如何运用自己的心 所以 痛苦烦恼忘念来了 快点念婚 这个意思 快点起酒 快点迫着普罗密度神经 算我都念 等一下 这个普罗密度神经 我没有在念前面 我就用 进入空性 超越一切 万法都是虚幻的 所以没有真实存在的 跟他半天一样 不过对方执着 不过我们自己执着 那就要一直联系 一直联系 所以各位说到这样 如果你真的要行菩萨道 请多关心别人的苦 不要逃避 出别人 我现在我个性改变了 我以前很高疲 我现在都在探人隐私 一个婚姻基督 他们说话我怎么听 我就坐那边听 变顺风来就听 哇 他们跟他说话 是一种苦 对不对 那我就开始在念 我开始在转他们的念 因为他们的诉说 他们现实的苦 所以这两个生意人在谈生意 这个如果要学他们 要这样来赚功德就对了 所以但是你要关心他 也祝福他 希望他的善业成就 希望他发财 先满足他 希望他能够除了金钱 欲望满足了 他追求更高层次的快乐 信仰的快乐 那你要一直关心他 但是如果你不管他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不要跟我说话 那你就没有机会修转念 没有机会修法门无量试验学 没有机会修大悲心 其实各位 当然关心别人的烦恼 我们不要想起 好不好 我们不要紧张 你的孩子做坏事 你还能收音了 但是你不能一直执着起心动念 生气给他闭 你反而你照耳眼 你要养成一个习惯 这个没什么大不了 全天下没什么大不了 他会坎坷 就这个机会给他学会 他怕你如果没闭上去 他就不会拜会 对不对 他年这样 我不才有机会 带他来问阴枯 种种的听听别人的意见 不要以为自己的想法 所以后面有一段 第四 只想爱惜自己 是一切障碍之门 无私的 爱惜其他友情 甚至仅是一位友情 是一切安乐之门 各位要记得很久 不要拿自己想 我们叫一些高雅 拿东西给教我家 做一个冤枕 两副毁用给他们 你会觉得 非常的愁远 所以要怎么常常保持 我们不知道 变成佛琐 变成死灾日 十天都要来关心社会 关心一切 所以我们在这边 也要跟各位提醒 我们现在每个地方 都成立慈悲协会 慈悲基金会 意思是说 除了我们本来 做的奉心 奉心 英国 我们现在 又本贫团 贫团还不够 我们现在要收尽办法 关怀 打扮的人 好不好 善起来的人 所以 所以说到这个 现在要开始在高雄 地区 我们也要收钱了 念一遍来 慈悲基金 人善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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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只要保持 给他五千块 好不好 同好 你的钱 你自己拿去 然后呢 给他关心 钱 给他 总共和五千块 也不够 但是那也有一个关怀 人善起来 有机会 跟他开港 说话 复合 每个月 去跟他关怀 这边 你如果要 你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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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想想这些 我们台北很多法师 现在我请他们 去参访回来以后 瞎很多 哇 师父怎么办 我说你才知道 我们很重要啊 现在不是光潜啊 如何让对方 我们不可能 让他并不要好 但是我们可以 让他心好起来 这样啊 我们告诉他 这没有关系的 我们一起来念佛 这个可以超越的 所以各位 你昨天没有人家说 你是怎么难过 不要再把他 提起痛苦了 要转念 所以我们老母来 打拼 你妈呀 你也知道 你说我现在受认 我怕死 怕得不死 这打拼很难 所以我要来受认 我常常这样 帮助别人 现在就会不会打拼 所以 那我想各位 你这样 能够透过病苦 能够 自己也实践佛法 自己更能够爱惜佛法 更能够修慈悲心 也能够帮助对方 转念 第一 既然自己生病了 何不怀着立他的心 来体验病苦呢 哇 这句话太好了 天皇自己 看有要解脱了 叫做解脱度 天皇生命的 看有要帮助众心的 叫做菩萨度 我们每个人都会老 都会病 都会死 所以我们怀着 自病心来老来 病来死 所以 我们会打病 我们要怎么来 变帮助众心 都不要打病 第二 既然自己蒙受损失 何不怀着立他的心 来体验损失呢 你急胖了 你生理不好 但是呢 你才想知道 那生理不好的人 你说多疲惡 散车的人 都说多疲惡 所以我们要想一办法 大家可以打三天 解割自己疲惡 同时就解割别人的疲惡 你越散车 你用脑筋 要怎么贪钱都没有了 你越散车 你就去保持 保持不一定 要有钱 有钱就有钱 没钱 保持水 保持酒 保持阿弥陀佛 所以 你去跟他们打三天 你就会敲碗 你会痛苦 那是你会变得很恐怖 这叫做钻粮 第三 既然自己立尽艰辛 何不怀着立他的心 立尽体验艰辛 所以我在这世间 开始很痛苦 很辛苦 所以我常常去便宜 老人 你只要对他走 吃都很困难 有的人又怕孙悠 有的人 今天就没办法 自己放在拼 要去找一个便室 因为没有人在扶住他 所以你去想一想众生的痛苦 来体验众生的痛苦 我们今天大家都很好 很快乐 我看没有人要来学佛了 所以在感受里面 让我们觉醒 第四 既然自己遭逢人际的关系 何不怀着立他心去体验他 我们老公对我们不好 我们儿子对我们不好 我们儿子对我们不好 我们朋友给我们骗 所以现在很多人在 在想这种苦 所以我希望呢 我们来念观神菩萨 希望大家都不要疼苦 因为你现在有疼苦 你怀着立他的心 去接受你的疼苦 去改变别人的疼苦 所以这代的疼苦都变成你修行的作员 对 既然自己必定会死 何不连死亡都怀着立他的心去体验他 哪有比这更安乐 更有意义的人生 这样有快乐吗 连希望我们都用足备心 所以呢 希望所有死亡者 都能够去基督世界 既然我要死了 希望众生的死的痛苦都给我 希望我的死有能够高化众生 影响众生 所以我这些都够够好了 不用我死 蜜蜜 不用我笑 我够也够 然后呢 差不多了 你自己一直要练习 没有老家的死也不一定 但是你都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什么样的状况 所以白人的痛苦都是我们的状况 各位你不能说那是他不是我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这叫做空性病定 年老中对方的痛苦 变成你的痛苦 代鼻心 为了这样所以我一定要幸福 我会变成 获得心 年老中的 你就无论了 你快乐吗 对我在头 说到没在头 那希望大家 把它全部看完 好不好啊 那这边有几个问题 我赶快回答完 回答完 再来他说 我现在回答问题了 我有一家人 因生活困顿 近日好像又必须回到八大行业去赚钱 他是十五个小孩 今日好不容易有缘 将他引到这里 请法师说法因缘果报的严重性 我也在八大行业 我也在八大行业待过 因为我以前高中的时候还没有毕业 我就离家出道了 没所在大 去住在饭店 饭店 这是真正花花世界 很多小姐为了赚钱 很多男人赌博 所以都在这种行业里面 但是我认为 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 慢慢你现在 你会觉得快乐不见得满足在物质上面 快乐应该满足在内心的平静 孝顺 所以我们做男人做男人 不要去要求钱太多 我很有福报 对有钱跟没钱 又有钱跟没钱 我什么都过过了 那对我很好 我很喜欢赌博 我拔掉拔到怎么 打手 拿别人拔我都赢 拿自己拔我都赢 很奇怪 所以很多人都请我去做打索 对不对 赢钱还封我一点 你看多苦人 有叫拔就好了 所以我那时候想起来 我自己不要赢 拿别人拔都赢 而且都打很打 所以什么生活我都过过了 但是我觉得对我是个帮助 是个很大的帮助 因为让我高也不快乐 低也不过是如此 所以人不要去追求这些虚荣的东西 台湾这个社会还不质疑 我们一定要去伤害自己 才得到金钱 所以各位 我们做行李也同样 我们就庆材做作为 有钱就好 不要要求太高 你也不要有一个心 我要让我们儿子去美国打车 英国打车 为他来牺牲 你反而害他 因为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的 才有文化的传承 对不对 所以能够过生活已经不错了 台湾饿不死人 所以我想 希望你的朋友 能够活在慈悲的快乐 智慧的快乐 不需要回到 欲望金钱的快乐 谢谢大家